歡迎收看 國光的幫忙 這讓很多想出國的背包客 望之卻步 今晚廣方請到幾位省錢的背包客 來教你如何省錢旅遊 沙發客藝人代表林可 背包客藝人代表謝欣 衝動型的旅遊藝人賈欣慧 知名旅遊作家溫世凱 背包客達人邱振南 旅遊達人教你省錢出國啦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國光幫幫忙 我是雯彭 衝動型的旅遊 大家玩 大家好 今天就在這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韋婷 很多人很怕坐飛機 我很愛坐飛機 是喔 坐飛機很舒服 空姐 不是啦 不是啦 空少 OK 空少 我還機師咧 現在不景氣 但是還是要玩樂 還是要旅行 那我們今天告訴大家 怎麼樣玩得快樂 有錢花的賞 就是出國旅行很省錢的意思 對 意想不到的旅行團 第一位 凱哥是旅遊作家啦 是不是 還好…對 是不是還好 不要客氣 是不是還好 就喜歡吃喝玩樂嘛 所以就是說去旅遊 已經玩就已經很爽 然後回來再寫本書 再削筆欄 然後再去玩 這個時候呢 有的時候 看起來是很好 事實上是不好的 怎麼說呢 我想你們是出去玩 我是 去工作耶 那你們 那你們 對啊 邊玩邊工作啦 對 那趕快先 賄賂一下 對 這是厲害的 我的書 美國西岸重要城市 OK 謝謝 謝謝 裡面就是介紹一些 著名景點 玩樂的地方 對 其實我的書最主要是 就是教大家怎麼玩 教大家怎麼玩 對 玩什麼呢 看你想要玩些什麼東西 這有點像旅遊 什麼都演 對啊 什麼東西都演 這個就是工具書 旅遊工具書了 不限男女嘛 不限男女 OK 邱大哥 那書也拿 來啊 你要客氣 來 是 旅遊房是用 走路啊 對 都很多時候走路 否則省錢啊 書名很厲害 徒步到沒有圍牆的邊境 哇 那是 你看那個 跟那個 磨在一起 我看這個比起來 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是 自助徒步 那這個就是 真的玩樂 對 你想要 不是 你想要出去玩的話 你就要看這一本 是 那這個想要 自己好好想一想的話 然後我們要去 完成夢想 然後去打成目標 在旅途上面 有很多空白的時間 可以好好回想一下 自己曾經做的事 對 是 可是你大部分這些都用走 有些地方 交換不方便的地方 還有要到那個 陪你雪山 看日照金山 對 都是用走的 走路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走路的時候就想 我幹嘛要來 對啊 想說 為什麼要讓他自己吃苦啊 然後 想說我是不是可以 不要走了 結果不行 還是要繼續走 因為走一半走 我不要走 我要回去了 回去的距離是一樣 算了 走 對 那我們現在來猜猜 他們花了這些錢 可以去哪裡玩 好不好 來 來 每個人有一個金額 跟牌子 我們先看 OK 大手筆 九千 九千喔 九千是香港 怎麼九千 你可以誇張嗎 花東吧 綠島吧 蘭嶽啦 九千那還去香港吧 要不然就是 港澳三日遊 你這個 等一下 你這個九千塊是 包含機票 對 包含機票 住宿 包含住 包含吃 喔 你用搶的嗎 而且我每一年 我每一次去 都是這樣子的錢 九千元 對 好 越南 我知道 你有街頭表演 沒有 我猜越南 越南 越南滿便宜的 你去過 什麼 去過一次 你猜越南 對 我猜著 泰國 有可能 泰國 泰國有可能 你猜哪 我猜澳門 澳門 九千塊不夠賭 不是 等一下 我換 不是 他可能去澳門 花了六萬 但是在場子裡 贏了四萬一 所以那一趟只花了九千 其實他的邏輯是對的 因為有一些賭場 他們是願意先花錢 你講話都這樣嗎 對啊 都很像 可是你九千元 我猜 我不猜越南 不猜嗎 我猜非力賓 有可能 因為飛兵近 老臥多近 老臥等於台北到高雄那個距離 五十分鐘 坐飛機差不多老臥 真的嗎 不是 來 告訴我們 直接公布了 我本來想換了 你知道嗎 機票就要九千了 坐船 油門 對不對 坐船要多久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坐船去過 你坐船去過 多少圈 我坐到交通船 十億 是的 你說的是小琉球吧 琉球 就琉球 從基隆出發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是一個日本船 叫什麼丸 不是 它不是旅行 那還沒有旅行 它是一個客貨兩用船 然後它下面還可以開車進去 然後很多人就是 日本人到台灣 帶貨到 OK 很多人 帶貨兩用的 主要是帶貨 但是人跟著貨走 算便宜 對 所以你是開車去嗎 小琉球 你是白癡啊 它不是可以 車子進去 它車子另外一邊嘛 它可以人報名 貨進去 我來坐船 但我沒有貨運 三百 大概是這樣 而且它那個 那個倉位 其實就是像普通那種 就是軍艦裡面好一點 對 客難的那種 可是你六天的沖繩島 只花九千塊 怎麼可能 因為其實呢 在沖繩來講的話 一般啊 機票大概差不多 如果你是 因為在他們其實是 所謂的東方夏威夷之稱嘛 所以你春夏來講的話 是比較貴的 但是你只要留意說它是淡季的 就是在秋冬的時候 就是現在囉 對 我機票買六千 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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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耶 以前有華航跟日亞航兩個飛 後來是有華航飛 那其實華航現在 我們看到一般的外面的價格 差不多一萬出頭左右 可是 對 後來呢 你就是跟比較熟的 類似像什麼郵遊網 或什麼那種 經常的一些AE 你有熟的話 你可以跟他們說 請他們幫你留意 因為經常會有一些團票 也是退的 對 或是臨時有一些斷投票的時候呢 其實它可以主動跟你講 是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這個價差就差不多 三成左右 是 你的工作很自由喔 什麼 今天有機票的 我走了 真的啊 所以做這個真的就是 你 你一定要有閒 你一定要隨時stand by 隨時待命 可以控制自己的時間 可以掌握自己的時間 對 沒錯 然後它會 它其實也不會你們白夢說 前一天跟你講說 你第二天可以去 它一般來講 前兩天 其實六千塊呢 主要是機票 另外三千塊 就是另外這五天四月 就有我的住跟所謂我的吃 那住呢 其實跟康哥剛才講的有點像 沃沃其實很多 帶南北貨去的人 對 因為你看到每天 其實我們看到沃沃去的人 在悲劇上有三分之二的 都是一些阿桑啊 或是一些那種大嬸 他們帶那種 台灣的一些敵化之類的東西 去沃沃就對了 對 然後他們帶過去那邊 日本人喜歡啊 或者是說當地 對 那他們再從那邊 再帶東西回來 喔 在那邊呢 就會有一些民宿 是台灣人開的 他們專門就是 榻榻米大通鋪的 去讓你 一天多少錢 便宜的話 有一天 大概一千五台幣的就有了 一千五台幣 那這樣就夠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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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好單 最後一點 好一點 沒有 沒有 其實這個就要講到說 我經常去的原因 所以呢 那個老闆他本身是在那邊 結婚生死 然後他的第二代也經營了 所以呢 他們就後來 跟他們混得很熟 是 我後來跟他們建立一個機制 就是說 欸 那個 林桑那我要去之前 我跟你講好不好 那他就說 好啊 那我會跟你講說 我需要你幫我帶一些 什麼東西過來 因為我每次去都是空箱去的嘛 喔 對 所以我就順便幫他們帶東西 然後去 對 遺物遺物 帶貨的 好單幫 就換得免費的住宿嗎 對 可是你三千塊還要吃吧 吃 對 吃的話呢 其實 在那邊最便宜的 日本的沖繩拉麵的話 他們的售巴大概 七百五百五到七百五日幣 差不多台幣 差不多一百多塊 可是你也不可能 每一餐都吃這些啊 有一些點呢 得意 我跟你講 有一些點呢 就可以吃到免費 因為老闆會跟你介紹說 哪一個那個流動的那個 比如說他們都 晚上都會有那種 所謂的拉麵車 OK 然後那個攤子 就跟那個老闆很熟 然後他就講說 這個是台灣來的 他有帶哪些東西過來什麼 我那時候最常帶什麼 台灣那個粉圓有沒有 還沒煮的那種 菠爸有沒有 很大包的那一種的 我帶了好幾袋 去日本人超愛吃那個 然後我就靠了那好幾袋 我當然就多幾度帶了五袋左右 那一袋大概三公斤重吧 你這樣換了幾餐啊 對 我這樣換了大概 你這樣今天講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 我跟他玩粉圓太多 大家都去都拿著粉圓 那邊真的有開樂利杯啊 大家都去 很牛心耶 給我住兩間 對 而且帶那個也挺好的 萬一是真的沒有得吃 你自己吃粉圓圓 怎麼煮啊 那也要煮啊 那要煮 那是很噁心耶 那每天是會膩吧 所以說以物易物其實是一個 這個便宜旅行的一個考方法 當然你不能每一次去 都去靠這個就是 你一定要帶一點 不一樣的新的東西去 對啊 你老帶粉圓去 不是 你看我後面已經都是粉圓了 其實他不只在沖繩 他到美國也是這一個 是嗎 也帶粉圓啊 不是 他不是帶粉圓 但他也是這樣子住人家家 可是他為了住 因為在曼哈頓很貴啊 結果呢 到了半夜的時候 有一隻手伸到他身體裡頭 對啊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那 然後他就不反應 我說你怎麼不反應 真的啊 裝睡 他很想笑 他說不行 我還會再住兩天耶 只有手 沒有身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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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摸到重要夫耶 這一段小叉廚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你在美國曼哈頓 因為衬服寸進真的很貴啊 那你那時候就跟人家網路上 他們去對夫妻檔 對 摸你的是 什麼 他太太嗎 摸你的是太太 摸我的是賢神 賢神 那你還不生氣 那一天真的太貴了 兩天又省了一萬多 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講 那個弄成九百塊我都相信 那你這個我跟人家網路 多久以前吃 這個是幾乎每年都會吃 那除了帶粉圓之外 你還會帶什麼 看台灣流行什麼 真的 台灣流行什麼 他們最愛就是吃的方面的東西 對 多半你要帶吃 可是帶吃還是多方便啊 有一陣子那種蒟蒻有沒有 蒟蒻 蒟蒻的那種 鳳梨蒟蒻那種 你帶那種玻璃一大罐一大罐 我真的你就是要跑滴化街 滴化街 你看他們最近什麼東西 批的最多 賣的最多 那種東西就是 你就帶那個 對 你不要帶什麼印型 還是什麼那種 那種東西已經不流行 你主要是以物易物 才用九千塊 再沖繩玩了六天 這個厲害 這個真的很厲害 然後最重點是 你就是要跟那個旅行社的 隨時就是on time 你必須要stand by說 他隨時有什麼那種便宜的票 可以通去 你就去這樣子 不是啊 那你這樣講的話 我也有三百塊去過關島 你是什麼 結束朋友家 那我機票是 因為他是大陸航空的空服員 是 我上飛機只要一百塊美金 來回 對不對 但是我們半夜就沒有被申請 對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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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可以去 十萬低了 是不是太多地方可以去啦 可是呢 先給大家 等一下 我們要猜想 這個十萬就是說 你花這十萬塊錢去那個地方 對那個地方來 已經是很便宜了 對 已經是很便宜 而且我去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花十萬啊 一個月十萬到日本已經 沒有辦法生存一個月了 日本 就講信義連日本都不可能 十萬塊一個月 小小的購物 買小東西啦 對 買小東西 好 預備 開始猜 你猜哪裡 我猜 威尼斯 你要玩歐洲就對了 對啊 已經十萬了對不對 我猜俄羅斯 來 你要什麼斯 脫斯 大家都要斯就對了 贏了什麼斯 我發現你想到凱恩斯 沒有 我看十萬塊錢 要生一個月 你是講什麼 威尼斯 真的威尼斯 你為什麼會想要威尼斯 為什麼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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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就是想 往貴的菜呢 反正歐洲一定應該蠻貴的嘛 那怎麼不猜杜拜了耶 蛤 他一個月耶 一個月 對 一個月在杜拜 貴的菜有很多 就已經去掉一半了耶 你如果到威尼斯去的話 對啊 這不可能的 都不管威尼斯 說實話 我猜日本 他要住一個月 十萬塊是不可能 所以日本 日本 那要解開了嗎 還沒 我猜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十萬 是 OK 來 來 歐洲一個月 就不是一個定點 就是要跑去 歐洲耶 我先去法國 然後去義大利 再去西班牙 我待了一個月 有去威尼斯 有去威尼斯 不定點 那有可能啦 就是去混混混 被人家趕走 趕到別國 沒有錢 我覺得像我旅遊 我覺得其實要省 但是也要注意那個住的品質 安全 對 安全 我覺得不需要住到很豪華 但是我住一定要住到就是很乾淨 乾淨衛生 而且安全嘛 不要像林可不安全 對 因為男生 可是 你歐洲這麼多個國家在跑 那個光這個交通費 還是你跟我們那位邱先生一樣 也用走的 沒有 而且我去的時候是在過年的時候 沒關係 你現在告訴我 你們的交通費是怎麼開銷的情形 對啊 其實 機票 我機票大概花了兩萬多 不到三萬 已經快三百之一了 沒有 其實我覺得像林可剛剛有講 然後跟旅行社 或者是有一些AE保障的話的關係 便宜票 對 便宜票 第二個就是你的時間要通融 是... 對 我決定的時候 大概只有一天的時間 對 他就前一天 前兩天還前一天跟我講 我就毫不考慮就好 妳那個AE比我更沒人性了 對 我那個還會給三五天的時間 沒有...就一天 可是那個價錢很好 譬如說 妳是禮拜一的機票 今天禮拜天 我跟你講明天早上十點 要去歐洲 妳要去打給我 妳就決定明天就出發 對 我就出發了 所以我是一天的時間 可是那妳到了歐洲以後的 這個交通費呢 交通費都是自理啊 其實應該這樣 當然自理啊 對 沒有 其實我之前 什麼一個理吧 沒有 這個地方我其實沒有去過 不然有請人家規劃 是 所以還有給他就是 就是總總統的十分之一 的一個規劃費 可是後來發現 去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你沒去過嘛 就是他規劃的地方 他的地址是給錯誤的 結果我的那個行李都拖到 輪子都掉了 就整個很生氣 然後我發現 其實自己規劃滿好的 因為其實就是飯店旅館 都有很多資訊 你要去留意 第二個就是網路的資訊 對 所以我就找到很便宜的 譬如說車票啦 或者就是博物館的這些票 就可以去滿多地方 妳是拿什麼交換 我沒有交換 沒有交換 還有我要講我住的地方 平均一天大概不到一千塊 台幣 真的 只有巴黎比較貴 巴黎大概兩千左右 台幣嗎 對 我盡量控制 因為我只有十萬嘛 平均三 二十八天的話 我一天可以花三千多塊 對 所以我還可以去 每一個國家我都可以去 很好的餐廳吃飯喔 三千多塊是多少歐元 沒有...三千多塊台幣 三千多塊大概... 五十塊嘛 除以五十 五十啊 其實大部分人去 都是譬如說去歐洲 一個地方就定點了 所以回到台灣當然比較貴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去歐洲的話 盡量去譬如說去從英國 阿姆斯特丹或者是 就是多從歐洲那個限率 又利用那個小飛機 它的小飛機很便宜 妳還可以坐飛機喔 小飛機很便宜 我從巴黎坐到米蘭 因為它我比較過 飛機跟火車 對 反而我好像坐飛機不到台幣 五到台幣五千塊 好像大概兩三千塊而已 為什麼呢 小飛機飛得比較慢嗎 時速二十 不是啊 那也是帶貨的 對 他帶貨去米蘭 大概五千喔 沒有 可是就是要注意很多資訊 沒有啦 因為它那個時間 它是沒有辦法更換的 所以因為我真的 也不熟悉它的交通 結果我真的誤點 所以我當場又重買 那個是讓我超出預算 因為到了現場我發現 你在網路上買 譬如說三千塊 可是到現場買 大概要一萬二 這麼高 所以就是它有這樣的風險 是 真的 也是十萬 十萬 來 再猜 再猜 不能再猜 我說 對... 你去 去很長一段時間嗎 超過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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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三十天只花十萬 你們在那邊吃螞蟻啊 十萬 OK 來 預備 休文 你覺得去哪裡 對 美國 但我必須提示就是很客難 很客難 那一套旅程就是 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那個臉頰 慢慢慢慢開始凹陷 瘦 對 越來越瘦 就本來是空的 然後開始凹陷 我猜是印度 你現在就搖頭 印度 用重猜 沒有 你要等 你不能搖頭 你不要管我們猜什麼 你猜 美國不是 我以為你要講印度 我講我看 一全 美國不是 那就是 還要提示嗎 墨西哥 日本好了 你是只知道這幾個國家嗎 平時要想 這真的很難 來 我猜非洲 非洲很夠耶 來都不可能 非洲早就被吃掉了 我猜 好啦 我猜 澳洲 澳洲 常常可以在那個尼哥 或者是優畢生 半長袋裡面 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來 哪裡 好多喔 來 告訴我們哪裡 看 這樣怎麼猜啊 你們都沒有中啊 沒風過 這機率很大耶 對 這個 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奧地利 德國 法國 捷克 義大利 這個是不是現在 所以也是澳洲嘛 申跟簽證的這些 包含著這些國家 對 可是我跟他們不一樣 因為他們就是 算是有點想說 是 我是真的很客難 妳去幹嘛 妳沒帶東西 客難到每天就是肯那種 一面包 肯到下巴都快脫久了 不是 那妳去 是為了什麼 去玩啊 因為就是沒有多少錢啊 可是妳又想說 我一定要拼命的把它玩到 多一個國家算一個 是 就是很拼命的玩 所以妳主要的開銷是交通費 我想想算 主要開銷 住宿 交通我都找那種 很便宜的那種火車票 就是妳要去訂那種歐洲 那種聯票 就整個歐洲都通 是 住宿啦 住宿 住宿平均一個晚上多少錢 大概不到一千塊 不到一千 七八百塊 因為我住那種青年旅館啊 類似青年旅館那種大通鋪 而且是男女混睡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就是為了這個去這樣 好害羞 應該 這個應該有人生 說這一趟有幾隻手伸進來 沒有 是我伸了別人 沒有 不是 而且你知道外國人 他們很多人都裸睡耶 然後我覺得都會特別找這種 等一下 林可妳在興奮什麼 對啊 妳好害羞喔 妳下一次去林可在那裸體 對不起 我們這裡不玩這一套 澳洲很多都在 妳從哪一個國家進去 我從英國 然後IT隧道進法國 那妳為什麼沒有寫英國 因為我之前就在英國念書 所以不算玩 所以是從 只是先到那邊而已 對 出發 英國進去的 對 然後坐火車過隧道 到法國 到法國都開始一直都是火車 然後盡量就是不搭那種 計程車內都不搭太貴了 我都走路 所以就才會 所以說妳是火車之旅 算是火車啦 算是走路兼火車 到法國 法國之後到哪裡 法國旁邊 什麼意思 河比盧是一起的 河比盧 河比盧這三個一起 河比盧 然後法國 義大利也在旁邊 過那個山脈一起 然後捷克是進去穩潔再出來 穩潔 穩潔 就是去玩個一兩天再出來這樣 穩一下 三下 走了 就是這個邊界 我們怎麼會 有啦 有進去玩啦 來過 就會被抓好不好 還要入境耶 不過他們這樣都算 三個就算 這太猛了 十萬 厲害 但是我跟你講 價格厲害在那邊 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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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多久 兩個多月將近三個月 我跟你講 這個我跟你講 太恐怖 快三個月花四萬塊 你猜啊 沒錯 也是橫跨了滿大的一個 這個一定是什麼幾大洲幾大洋 對啊 可能一定 他說慢慢玩 然後橫跨了很多東西 跟我們很近 我 跟我們很近 跟我們很近還是不遠 很近 日本 很近 來 東生公武的練練江南 喂 你是東生公武練練江南 你是什麼 日本 你覺得呢 香港 香港 香港去你等完兩三個月幹什麼 可以購物啊 住啊 我覺得是 什麼印度啦 尼泊爾啦 布丹啦 什麼 搞不好還到阿富汗那種 阿富汗很遠啊 就是講喜馬拉雅三邊 對 是不是 靠近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覺得就是東南洋的幾個國家 西藏 越南進去 然後就到了柬埔寨 又到了遼國 又泰國 有沒有 然後往下走 又到了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又絕不過癮 又到了印尼 到了印尼 比較靠近他講 來 西藏 西藏真的嗎 看一下 雲南風情話 對了 雲南 雲南啦 我剛剛講雲南咧 對 第五史田 你怎麼樣 你是想當雲南省長 沒有 因為我第一次去玩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啊 然後我就決定 你知道我的工作是寫流書嘛 那我就決定花一點時間去 然後我從那個昆明進去 對 一路慢慢到香格里 所以公民大里 然後到立江 魯孤湖再到香格里 你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就是他們當地的大眾的捷運系統 公車 他們的公車 很辛苦耶 很辛苦 但是很好玩 中間你要騎馬吧 有些人要騎馬吧 不用啦 用走的啦 最多勃 有些地方是公車到不了 有些地方公車會到不了 對 比較辛苦 有些地方公車一天只有一班 是 然後你搭到那邊 像我從立江搭到魯孤湖 要搭十個小時的公車 60天 魯孤湖 60天是兩個月 那你是當初怎麼會決定 要選擇雲南這個地方 花60天去了解 因為一開始呢 第一個我很喜歡雲南 我本來是因為 我本來跟朋友講好說 我們要去蒙古看大草原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朋友 從那個外蒙古打電話跟我講說 沒有搭草原 只有風飛沙 他說算了不要去了 後來聽說說雲南還不錯 而且少數民族 我喜歡文化的東西 他覺得少數民族不錯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們去那邊玩好不好 所以一開始去那邊玩 但是玩了以後 因為花了一點錢 那我就覺得說 就像你剛剛講的 花錢嘛 總是覺得 要把它賺回來我才過癮 沒有 我聽說雲南的姑娘很美 而且雲南的姑娘 會半夜 跑到人家家裡面去的人 不是 沒有人都會摸的啦 OK 那你這四萬塊 你看在這六十天裡面 主要的開銷是什麼 其實最主要的開銷 還是交通工具跟市的部分 這應該很便宜吧 住的地方 住的話 其實他住 他很多青年之家 而且非常的便宜 他有賣床的 然後有那種小木屋式的 我住到最貴的一間 是小木屋式的 它裡面還是套房 還有那個shower 可以洗澡的 但沒水 五十塊人民幣 兩百多 很貴耶 很貴喔 最貴的一家 就是你這個旅行裡面最貴的 最貴的一個 最便宜的是多少錢 最便宜的就是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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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張床 睡好 睡了 沒有 真的就是這樣 五塊 可是這個衛生條件 會不會稍微差一點 還好耶 還好 因為他們這幾年 中國大陸 他的旅遊做得非常的好 是 特別是雲南 他做得非常好 他也吸引他們自己 本身的背包殼去那邊玩 那你有去大禮嗎 有啊 大禮很漂亮嗎 非常漂亮 我非常喜歡 比較大禮跟麗江 我更喜歡大禮 是喔 大禮的重點在哪裡 基隆寫的到底那個 像段玉還有段正純 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結果真的有 真的啊 真的 他有在裡面的經過嗎 不是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歷史人物 而且是真的大禮國的國王 對 他本身叫段禾玉 而且他們還在廟裡面 還幫他做了一個塑像 這很酷 很有收穫 非常有收穫 而且你去那邊玩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這個 我剛剛講說他是古城嘛 是 然後你就覺得那種小橋流水的感覺 而且十二月的時候 滿城的桃花開 非常的漂亮 你這個四萬塊 是不是在當初出發的時候 你就規劃 我只能花四萬要玩六十天 對 沒錯 OK 所以我很多東西就會變成說 因為你花到四萬二 回來寫書就虧了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什麼東西都要計算的 好 邱先生六萬塊 去了哪裡 我來猜 來 來 雲南 西藏 沒錯 尼泊 印度 新加坡 泰國 柬埔寨 越南 是不是全中了 全答對了 沒錯 我來看書 但是六萬塊錢 對 兩百多天 快七萬塊錢 沒有 因為他的事情 在新聞上已經有報了 我們把它撕開好不好 好 請問您的職業是什麼 職業是軟體設計工程師 快快 要嫁給眾人才會有錢 六萬塊 你說你花兩百天耶 對 兩百天 你更狠 對 你怎麼了 你當時 就是完成夢想 然後就是達到 去拜訪那個世界最高的山峰 聖母峰 那你下次要挑戰多少天 六年 沒有 沒有 這個是難得的機會 然後時間允許 自己就趕快去做這些事情 OK 你出發是從台灣嘛 對 從台灣 飛到新加坡做廉價航空 然後再繼續往 你說從台灣做廉價航空 到新加坡 什麼是廉價航空 就是 讚 就是你裡面沒有提供水啊 就是很簡便 然後就位置給你到你做 沒有服務就對了 對 沒有服務 其實應該是像 馨惠講歐洲的那個 所謂的小飛機啦 它就是廉價航空 它叫巴雀 巴雀 對 很便宜 非常便宜 因為台灣只有到新加坡 一趟飛 對 多少錢 東南亞很多時候多少錢 大概四千多塊一趟 來回 來回啊 沒有 一趟 單趟 單趟去 因為你不曉得什麼時候回 新加坡很便宜耶 對 但沒有服務 那自己帶便當 自己可以偷偷帶一些吃的 上飛機吃的 幹嘛偷偷啊 因為 因為 你不方便就是 你就是放在背包裡面啦 放在背包裡面 我跟你講喔 在飛機上喔 做最殘忍的事情 就是大家坐飛機的時候 你這個廉價航空 可不可以讓我們大家都了解一下 它有基本的服務是什麼 它 水 水沒有要給錢 它上面 其實它上面有服務 但是都要花錢 對 額外花錢 對 然後它位置很小 那就是你要事前要先預定 位置有多小呢 其實就像 就這個位置啊 就之前國內航空啊 像台南 台北 像那個啦 那種的喔 像以前金門 飛機門那種737有沒有 那種 那個椅子就在這邊了 那是不是差不多 就這種size 再大一點點 再大一點點 沒有 你這個太大了 這可能是三人做的 那我們 譬如說我們三人做廉價航空 這要做四個人 這要做四個人 來 來 坐一起 那不要好像 沒有啦 坐下去 這樣都新加坡 很辛苦 我跟你講 如果比較胖一點的話 就是要這樣子 你這個還好 因為在歐洲應該常看到這種 好幾個那個 噸位非常大的 全部擠在一起 在一起 我在美國看過 兩個噸位大的 中間幾一個人 這樣子 如果你想體驗的話 請打電話給榮祥 那地 兩個都很長 還有時間不是很長 那你到了 西加坡 西加坡 不是 你去這些國家 中南半島 你先從新加坡進去 然後就到泰國去 對 就肥衣衛那時候 要到西藏 不曉得氣候怎樣 如果遇到雨季的話 就過不去 所以你這幾個國家 一次走完兩百天 對 然後就是只有在 你在足科削不少錢 可以兩百天不上班 就那時候不曉得什麼 科尾平安回來 所以就暫時 把工作停下來 對 然後去 他是 你是工程師 對 我是工程師 你是很摳的工程師 沒有 就是 因為很會計算 因為工程師要 對城市啊 對工程師 要很精密的去計算 所以你這一趟旅行 出發前你就算出來 我只花六萬 沒有耶 因為出發前 像剛剛康哥說的 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單二十萬 你單二十萬 對 那回來還剩十四萬 十幾萬 對啊 自自立 反正你很爽 就是盡量省就對了 其實沒有 他是你看 他是十萬塊 擺另外一口袋 我也掉了 怎麼掉十萬塊 沒有錯 因為我就是旅行支票的時候 放在鞋底啊 放在暗蛋 我錢怎麼放在這裡 對 可是自己還 回到台灣才走 還有十萬 你幹嘛那麼哭 對 還有戳敗自己的身體 沒有 其實到當地人家以為是當地人 到泰國泰國人 越南越南 他曬黑了以後 對 那也是融入當地人的生活 就是到他們當地的市場 也也是啊 然後也去他們家 最便宜的是哪一國家 最便宜的 在柬埔寨 因為住人家家住了兩個禮拜 那我們是講比如說 住兩個禮拜 不是 不是 你今天住人家的家 你是怎麼跟人家開口 對 那誰啊 我沒有開口 沒有開口 你沒有開口就直接住喔 就是這樣 我沒有說 我要先住 我沒有先主動開口 所以我要住你家 他就是 他邀請啦 對 他邀請我 住兩個禮拜 不是那麼輕鬆 他們家是麻屋耶 然後煮一頓 你還是要付出一些體力吧 就幫他們包甜點 你說什麼兩個多小時 就是煮一頓飯 煮一頓飯啊兩個多小時 他是用火去做 沒有瓦斯 那就是生活起居上來講 也是柬埔寨最便宜嗎 柬埔寨的話 你要知道怎麼買啦 因為他有些地方是觀光基點 然後你要懂得殺價 你很壯喔 沒有 你那個小腿有沒有蘿蔔 給我們看一下 好 不要客氣 來 來 背對鏡頭 來 不要 好 點腳 點腳 是不是很壯 老天爺 不剝成這樣 這雙鞋就是你 走了兩百天 兩百天 前面對鏡頭 哇 這邊都有那個痕跡啊 那因為 都破了耶 都破了 因為要到冰川 然後又要到那個海拔五千多的 對啊 去的地方都很崎嶇耶 等一下 不是啊 他連這邊這個都斷了 然後直接這樣門 對啊 四足的背包褲 這個很酷 你這套衣服也是這套衣服嗎 這套衣服是啊 這套 這褲子是嗎 褲子不是 褲子的話就是穿多功能的 因為要放多功能 穿這個牛仔褲沒辦法 有點像工作褲啦 對 包包這邊有包包 還有暗戴就是你要做一個 長錢 長錢 這樣子比起來 你的旅行算是比較辛苦 對 那可不可以讓他把褲子拿去 好 那請問你喔 你這兩百天中間有沒有生病過 有 就是水土病 然後又是在海拔很高地 想家嗎 什麼都有 想到說 因為就是在西藏拉薩的時候 是 等於高山症對不對 對 高山症 然後是因為吃了 吃了什麼 食物造成那個胃腸過敏 對 然後在裡面啊 第一次想說會不會 死掉 死掉 結果自己活過來了 第二次很怕死 又吃了 又吃了 你有暈倒嗎 差一點休克 然後自己走 對 走不到腳 對不對 你們工程師都這樣嘛 第一次吃沒死 再吃看看 這一次會不會 然後又 有一點 有一點 因為你要測試啊 產品出來就是要撤嘛 自己先測測看 看會不會死掉 不是 我們講我們的 你不要負荷 不要負荷 都以前是真的是這樣子耶 真的嗎 你不要以為說他寫程式出來 就可以賣了 他還是要不斷地測試 測試 OK 老通娘滿足的 那你這個旅行 你們老闆知道嗎 我們老闆不知道 不知道 對 可是我家人 還有機械筒是知道的 那你跟老闆講什麼 我就說 不要理我 離開兩百天 我就說 他搞不懂 所以你們老闆也說好去吧 就這樣 他就說 我要平安地回來吧 然後你要回來 我們電腦工程師都可以 跟老闆這樣請假的 對啊 我要去完成我的夢想 可是跟... 一走就兩百天了 可是我還是提了職場啦 不是 有職場啦 對 他一回來他老闆跟他講 你回家 我也要去完成我的夢想 薪水自理喔 OK 來 我們看看他 他這個背包客 要帶些什麼東西好不好 身上飛了三十公斤 手上拿了二十公斤 那是在越南的火車站 這個是軍用大背包 對 軍用大背包 然後需要用防水 因為會下大雨 越南火車站 對 然後他是 一坐就坐十幾個小時 是 然後從西貢一直... 從西貢 對 西貢一直到河內 那時候 你可以講胡志明氏嗎 現在沒人叫西貢 西貢耶 可是當地人是習慣 那是美軍啊 當地人習慣講西貢 西貢 在香港 遇到戰亂 對 就是在柬埔寨的時候 要從泰國進柬埔寨 最近不是那個 就是那個世界遺址 就是 在打仗 對 打仗 那時候 今天在逃對不對 在逃 這是剛剛被炸彈炸的 不清楚 可是我看到了就推廣了 你有聽到爆炸聲嗎 搞不好人家家在煮菜啊 煙門 可是沒有驚慌失措到 大家這麼驚恐的 好奇怪 他現在煮菜快走 還會輸出 不是 他要有那種 感覺有那個炸彈聲音 才會要驚慌失措 沒聽到嗎 不過我看他們 其實他們也滿自然的 你看 對啊 也沒什麼啊 對 可是我從來沒看過 就嚇死了 然後就說一個人 然後就剛剛提到通鋪 這哪裡 就是在柬埔寨的時候 就是也很難 還滿乾淨的 對 混住在一起 有點像醫院喔 這也是男女混住 對 然後是八根了 是 這個 晚上大家都睡 我睡著了 我不知道 冷靜 這個一個晚上住多少錢 兩塊錢美金 還包括洗衣服 六十塊 六十塊 包括洗衣服 洗衣服不用錢 他們幫你們洗 對 然後你就要把它定時 給它放在一個定點 它會洗好 只是衣服要自然 這不錯耶 是 洗衣服就值回票價 穿衣服的時候會找不到 對 他們是一樣的 漂亮喔 對 這在雲南 剛剛那個溫大哥講 那邊風景很漂亮 這是哪裡啊 就是要到那個西北 訪到美麗雪山 請問一下 當時你是很害怕呢 還是這是你的 這是我徒步的拐杖 你可以剪一根的嗎 你需要剪這麼多 有... 所以這一個就一根的 因為壞了 就要再換另外一根了 對 對 你為什麼要戴防毒面具啊 因為太陽曝上 等一下 我有個疑問 誰幫你拍得照 媽日 沒有錯 女孩子 不是媽日 有女孩子跟你一起去 就當時就很危險 那就有一個背包客女孩子 跟你一起 跟你一起 他也是一個人旅行嗎 對啊 你在哪裡叼的 等一下 什麼叫做很危險 他就跟上來 就是Root很危險 然後他 他就硬要跟上來 你在哪裡了 在飛來寺 沒有 對 那個是在香格里拉 寺廟 對 因為他要去看梅里雪山 那個是最靠近 你遇到這個女孩子 是旅行的第幾天 第一天遇到她的時候 是你出發的第幾天 已經是幾個月之後的事 哇 這個你要去哪裡 就走這種路 遇到土石流 這些路程都是你規劃中的路程嗎 規劃的路線 可是當地才知道狀況是什麼 自己要想辦法 你怎麼知道路 你有帶那個GPS嗎 還是 對啊 可是那你這種路是怎麼走 你就走兩個峽谷中間 對 他因為我會問當地的人 是 就是說要怎麼到那個地方 就是 雪山 日照金剛 成功 日照金剛 成功 就是說雪山照在 而且是山座 你這個是從哪裡翻拍下來的 還是你真的有到 真的 人呢 他自己拍啊 你自己拍 這時候Sunghanger已經走了 Sunghanger 牛也走了 牛也走了 而且這個畫素很低 大概兩百多萬畫素 就可以拍成這樣子 來 研究一下你 背包要戴什麼 這個就是 你的背包 就是要 綁一個這個 到時候你 你人到 東西不到你還可以送到你家 OK 好 這什麼 這什麼藥啊 這個拉肚子的藥 你聞聞看 我不要 你還聞看 這要吃 他有一點勇氣啊 哇靠 這邊都有味道啦 難聞嗎 很臭 這是什麼 紅頸爺 對 這是高山症 救命的藥 你這個是我們當兵時候用的 電湯匙 這很好用 外國人都想要買 買不到 吃泡麵最好用對不對 就是電湯匙 因為在旅行當中常喝水 自助旅行 電湯匙一定要帶 各位觀眾 記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老院 你看到乙棠那種 難怪你花裂我玩 真的 這個是那個 有些鄉下地方沒有這個可以鎖 好啦 這個因為我們去住那種 民宿啊 或是簡單的那個旅館 人家的鎖 不保險 自己再帶一個鎖 自己鎖 萬用插頭 這個很有用 萬用插頭 到哪一國都可以 這廖層喔 很好 這在印度的時候 到沙漠的時候會用到 是 防風 防風然後 你怎麼防 就這樣 拿下來 好漂亮 插頭 然後再拿下來 對啊 這個沒有 就是綁在頭上 然後 這個應該滿貴的吧 不會 綁在頭上 你怎麼綁 現場啊 當然 我們等一下我們到那個房間去綁 可是我要好看一點耶 這樣就是很像柬埔寨人喔 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你可以再綁 蒙起來 蒙起來 是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把它 我看 你還沒有造型對不對 對啊 然後這邊可以再綁 再綁起來 這樣就很像歷史 就難怪人家認為你是當地人 這是幹嘛 救命 救命 你有用到過嗎 有啊 你有摔到山谷裡 因為你在山皮種 不曉得你會摔下去 所以這個 你是去旅行耶 不是你要有最壞的打算 你要想好什麼 求救 對 求救 然後梅子也可以兼拆 交通主拆 滴滴滴滴 滴滴滴 越來越邊了 被傳說也可以吹啦 這個是比較另類的自助旅行 不是另類 其實它這個是最標準 必備的 標準的 它這個是最標準的 但是像我們現在玩 特別是台灣玩 其實不叫自助旅行 應該叫自由行 自由行 對 因為很多東西 那個飯店什麼東西都已經弄好了 對 只是到附近走一走而已 OK 不過你算是這輩子值得 對 沒有錯 完全你的夢想 然後又看到世界最高的山峰 對 那我覺得 你要不要再來兩百天 你們各位有比他辛苦嗎 這個最厲害 太厲害 好辛苦喔 六萬兩百天耶 對啊 又吃又住 好不好 下次就帶獎金會一起去 我不行 你們也講講 你們旅行的辛苦在哪裡 我就是訂票 也是網路上訂那種便宜的飯店 可是有時候常常一出門 就是二三十天 然後突然沒有房間 然後飯店通知你說 我現在房間cancel掉了 我哪知道 我都在國外了 就到了店點的時候 全部都滿 沒辦法 他說是四個朋友 在義大利 威尼斯 那火車真的漂亮 那怎麼辦沒地方住啊 漂亮 那想說怎麼辦 我想說台北車站 不是很多流浪漢嗎 他們都睡在台北車站那個 就是地下道裡面滿包暖的 我想說好不好 就學習他們 然後就幾個朋友就包包 就這樣背著 然後就這樣抱著 睡在火車站 可是火車站還挑地方 就是全義大利 還只有威尼斯的 我就帶比較安全 真的 米蘭的很多課藥的啊 就現場 半夜我覺得真的 女生會遇到很多危險 會睡過急症 你也是不急症 哪個機場 就是 北海道的 渣黃 千歲 到機場 找不住 沒有 沒感到飛行 然後我醒來 他們多惡劣 我們去出外景嘛 就很多什麼 男的女的藝人啊什麼 然後我前天跟 晨晨兩個真的喝太醉 我喝到五點你知道 然後又很冷下雪 很冷冷冷冷冷冷冷 冷的時候你還好啊 那個一到機場的暖氣 我就 不行... 我直接設地上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我旁邊是用他們的那個什麼 單架 不是 他們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行李箱 他們用行李箱把我圍起來 就是我們其他的獄人們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那就把我圍起來 然後我在看著那個行李 他們就去 讓你去逛街了 然後我想 哇塞 是怎樣 人呢 怎麼剩我一個人那個充電 或什麼 這好玩的 我在釋加坡計場 也住了六天 你啊 對 怪你這麼省 你也喝醉了 沒有 沒有喝醉 就是要... 因為之前有那個機場情願 想說自己在裡面過過看 神奇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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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會... 可是你不出去他不會怎樣 對 就玩... 不過新加坡機場是滿舒服的 真的滿舒服的 新加坡機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對啊 可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新加坡機場是不是有游泳池啊 沒有... 可是有那個花園 我去過哪一個機場裡面 有游泳池的耶 這麼酷 很酷的 我朋友在開那個旅行社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你可以出國的時候 你可以省 但請你注意 當你省的時候 你不要到了當地以後 才要要求說 為什麼我 我沒有那個沒有這個 因為你要省 你一定享受不到一些好的東西 那既然你要省 就像他們一樣 真的就省了 對 但是省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安全 注意安全 出門還是要帶點藥 對 不過你那個 腸胃藥實在是驚人 對 腸胃很不好 各種藥都帶著 我們出門在外 父母都叮嚀我們一句話 你要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真的 最重要的是 好不好 今天謝謝各位參加廣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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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